印洲堂位于新界东北 那里水平如镜 海底的世界 定必令你爱上这处大自然的环境 当夜幕低岁 树林之中的生态世界 和人类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今集《用心看世界》 我们会深入印洲堂 将海底的世界 独特的地貌 晚间的生态 呈现在你们的眼前 印洲堂位于新界东北 这里四边都有群山环抱 加上不会直接面对大海 又不会直接受到夏天的东南风 或者冬天的西北风所影响 所以这里全年都风平浪静 当船驶入印洲堂的范围 你一定会很惊讶眼前 水平如镜的景象 无怪乎这里有香港小桂林之称 在1996年 香港政府还将印洲堂的部分地区 画为海岸公园 这里的海洋生物有多丰富 一点都不难想象 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在印洲堂的海岸玩浮潜 欣赏一下新界东北海底美丽的世界 不过要欣赏海洋的世界 一点都不容易 是需要运气和经验 印洲堂是一个海岸公园 里面当然有很多很丰富的海洋生物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有工作人在帮我们找这个位置 希望可以下水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海洋生物 让大家看看 在炎热的天气 看着清澈见底的海水 心情很兴奋 试想一下 在小时候 看到海就会毫无顾忌地跳下去的那种童真 在何时开始慢慢消失 如果我们在长大之后 能够仍然保持着一个赤字之心 或者我们的生活会开心很多 我在这里真的很想跳下去 因为泳池的水始终比我感觉 好像比较有化学 有泪的水 但是在这里是纯天然的海水 可能小时候 我家人都经常带我去海滩游水 所以我觉得游水 应该在大自然的环境下 都要做才对 经过一轮的观察 我们终于决定在东湾灯岸 在那里的水底世界 发掘海洋带给我们的惊喜 这里就是黄湾州的东湾 领队说这里有很多海洋生态 可以看到的 其实东湾之前也有来过的 它有个名叫督椰湾 因为以前有一位港督很喜欢来这里游水 所以有这个名字 看看这里有什么海洋生物 这里我们看到一些绿海葵 很漂亮 对啊 看看 另外这里 哇 好精彩 我们又看到有些海参 哇 都 有些海参 还有很新鲜 现在还有在移动的海胆 嗯 它旁边的珊瑚也很漂亮 哇 小心手 嗯 印州唐海岸水质清澈 严度稳定 所以不少地方 都可以看到石珊瑚的群落 其实要看珊瑚 不一定要浮潜的 就算你用肉眼 只要在一个这么漂亮的摊 这么干净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珊瑚 就像我前面这一堆珊瑚 那样 在书里面有些 你看到有些竹梳 动下动下的那些 其实它是一些珊瑚虫来的 你不要以为其他的那些 好像没有东西 动下是否死了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珊瑚虫 这一只品种可能日后就出来覓食 而其他那些 它们是在休息着睡觉的 而它在水里动下动下动下 其实就过滤着海里的微生物 来做这个粮食的 而且你看到 另外前面这一堆珊瑚 你看到好像崩溃 其实它们原本都很漂亮的 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被船撞到 所以就烂了 人就破坏了 石珊瑚 其实是生活在浅水区域的海洋生物 它们会自行分别一些 碳酸钙骨落 由于形状好像石头 而且它的质感很坚硬 所以又会称为石珊瑚 或者是硬珊瑚 而今次 我们在东湾的水底 就看到很漂亮的扁露珊瑚 和蜂巢珊瑚 虽然它们在香港 是常见的石珊瑚 但是大自然神奇的地方就是 每一样生物都是独一无二 不同形状的珊瑚 静静地在水底下 养下养下 各类食物 它们的生活既简单又安静 每天繁敲城市里生活的我 不敢反问自己 到底是生活 真的有这么多东西繁扰着自己 令到我得不到安宁 还是是自己对生活的细节 过分的追求 而导致自己没办法静下来 我都不想要求 我还要求 我必须要求 我必须要求 印咒堂 除了带一份宁静给我 也带了一份无拘无束的感觉给我 在海里游泳 和泳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无拘无束 不但不仅无拘无束 在海底看到的东西 真的很漂亮 例如刚才我在水里 看到一些珊瑚 好像老的文藝形狀,叫做扁老珊瑚 其实扁老珊瑚在香港的海域里面都很常见 但是如果你在外国的话,扁老珊瑚就不容易见到 因为很多时候外国有,香港未必有 香港有的,外国未必有 除了珊瑚我们看到之外 刚才在水里面,我轻轻地拿起了 这种叫海菊 你看看它,伸出了爪 有人说它像那些蟹爪谷 其实它在深水浅水,有时候找到他们的蹤影 甚至在外国,有些人会拍下照 我们还会看到有不同的颜色 譬如有些红,有些橙,有些粉红色 很漂亮 无论是小的海菊,一着状不同形状的珊瑚 都令印周堂的海底世界变得丰富 不过,印周堂除了水底世界,你不用错过之外 它独特的地貌和夜间的生态都很值得欣赏 下一节用心看世界 香港新界东北地区,山多平地少 较大的平地是位于三丫村和荔枝窩的 其余四周围都是以山为主 而近岸的地方,就有优美的海岸和甲角 其中有以东北五嘴最为人所熟悉的 香港的海岸线是弯弯弯弯弯的 新界东北这里最能体验得到的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东北五嘴 这里一向都是行山的人士 很热爱的旅游景点 其实东北五嘴每一个深入内湾 都会有提霸 有不同的作用 有些是遮挡着海水 不要让它染到一些村里 另外有些可能是将它集在一个水区 可以养一些咸水鱼 随着城市的发展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居住了 留下的就是独特的大自然地貌 和这条出名的行山路线 在身后的就是东北五嘴的其中两嘴 其实这些山嘴在很久之前是山脊 经过冰河时期之后 海水上升了 浸了之后 就变成现在突出的山嘴 山嘴再久了会变成什么呢 就好像远处看到的长牌头 牌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山嘴经过风化侵蚀之后 面那一层就没有了 就看到现在好像一个平地的牌了 帮到水涨的时候 它依然会被海水掩抹了 东北五嘴根据次序由西向东分别为 亚公嘴、企山嘴、三角嘴、长牌头和长石嘴 东北五嘴夹着两条村 分别是荣树钠和锁罗盘 荣树钠和锁罗盘 是以前新界东北教具规模的村落之一 在五六十年代更加是这区最灿烂的日子 不过随着经济转型 村民逐渐离开自己的家园 这里就变得渺无人烟 和对面岸的深圳地区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看到旧的村落被弃致 对面岸的城市快速地发展 很多人都会立刻想起 经济、金钱、城市的发展等等这些字眼 不过我们就忽略了大自然的环境所受到的破坏 Amy 今天天气真是很好 虽然间中有少少的云 但是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树木 再加上这么漂亮的岩岸景观 这里真是很不错 是呀 你走过一点 看看对面的景色 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面不再是一条弯弯弯弯的海岸线 是一条很直的很不直的海岸线 还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其实对面就是这个岩田港 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 城市的建设必须的 人要居住要生活 但其实它都会对大自然有很多影响 可能你会觉得都是污染的 现在眼睛看上去 水都好像挺干净 影响可能都不是很大的 但我们可能忽略了 其实绿地与绿地之间都有交流 虽然这里中间隔了一个海 但是其实这边的植物 譬如露兜树或者海芒果 它们的种子可能都会随海漂流到对面 对面有些植物的时候 可能又引来一些昆虫、雀鳥 它们之间可能有来有往 甚至中间那些海洋生态 都会有一个棲息的地方 不会只在这边 但其实现在就断绝了一个 它可以继续繁衍下去的地方 变成它只可能局限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位置去生长 其实对大自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你想想如果假如是日 我们人类又再觉得我们要发展 连这个地方都发展了的时候 它们就会越来越少地方生活 其实最终都是影响到我们人类 多时会在无形间損害自己的健康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当我们只是执着于要获得某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的眼中只有一样的唯一 我们就会看不到身边其他值得珍惜的东西 可能会是家人、个人的健康等等 所以当我们下次再认为非要得到一件事 或者一定要做到某一件事的时候 不妨在自己双眼前面加一个广角镜 将视野扩阔 我们的人生其实不是只得唯一 还有千千万万的可能性 只是我们没有给机会自己去选择 随着金黄色的夕阳慢慢在海面消失 我和Amy再次整装待发 在印洲堂附近的树林周围看看 希望可以欣赏到更多的夜间生态 下一节用心看世界 夜幕低随 大自然的生态依然非常热闹 我和阿辉一走近树林的时候 已经听到大自然的交响乐响起 而当中就包括了响亮的哗叫声 晚间夜行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一些蛙类 现在在我们面前很小只 就叫做花细核口蛙 它由于不懂得调节自己的温度 所以入口的时候很难看到它 它会躲在松林里面 晚上才走出来 是的 我们说花细核口蛙 它的口是比较小一点 而且它的身体呈现三角形 下半身后腿就会比较阔 像三角形那样 而且它很难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它爬行 刚刚才它才爬了几步 现在停下来休息 在黑夜之中的树林 花细核口蛙不停走出大自然的交响乐 而在另一个角落 疾走异竹核就正正享受晚上的宁静 蜘蛛很容易令我们想起它的蜘蛛网 但其实不是每一种蜘蛛都会结网 就像我前面的这个卵狼 这种蜘蛛叫疾走异竹核 它现在将狼放在树叶底下 里面有很多准备出生的小小蜘蛛 由于如果在普通的地方可能会受到侵袭 所以当蜘蛛就快要成长 要走出来的时候 它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它们在这里慢慢猜身 都适当的时候它们就会走出来 刚才疾走异竹核的卵狼就在叶上面 那删牠的妈妈在哪呢 我们现在在树下面这里 就看到一只疾走异竹核 其实蜘蛛是不属于昆虫的 因为牠有八直的 所以牠是属于蜘蛛缸的 但究竟蜘蛛有多少只眼 我想一般人 或者我自己都不会想到蜘蛛有多少只眼 原来蜘蛛不同的品种 牠们的眼睛由两只到八只都有 而这种疾走异竹核 它就拥有八只眼 而八只眼就分布在身体不同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观察不同的方向 全方位去保护自己 世界这么大 我们知道的只是很少很少 不过有时我们知道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没有慢下来好好思考 好好观察和欣赏 就好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你有多久没有花过几分钟的时间 来抬头看它呢? 今晚我们就静心下来 放晚之洲 望上天空 不知道今晚我们和流星有没有缘分呢? 阿辉,我们这次拍摄也挺幸运 除了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 之外呢 今次我们还遇上了 这个櫻仙座流星雨的高峰期 其实香港人对于流星雨 都不会太陌生的了 因为很多时候一听到天理报告说 哪一晚有流星雨看呢? 他们都会很喜欢约别人 有啊,一窝蜂去到沙滩或者山顶 一起坐定定去看流星雨 但其实呢 除了狮子座流星雨比较熟悉之外 英鲜座流星雨呢 都是我们肉眼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流星雨 嗯,不过这样 就像你这样说 平时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了 听到流星雨 一窝蜂地去看 去臭热闹 可能只会用那一晚 是慢慢望上天 望下星星 但平日在街上 大家又有多可 我真的会抬高个头 望下天 咦,今天的天很蓝 那些云很漂亮 真的好笑 因为香港人常说 很忙很忙的 抬高个头 望下天 都没有空的 因为 或者真的很忙之外 我们习惯了快 或者要有很目标性 或者很有效率 要做一件事 连欣赏流星雨 都是很期望 在那一刻 我就要看到 主要是那个钟 是的 就是为什么没有期待 你有期望的时候 反而很容易会有失望 所以有时候 慢慢坐下来 不要一定要看到 或者这么有目的 我今晚一定要来看流星雨 反而来到大自然的环境 你真的望下天 听一下这里的声音 我们坐在那里 会听到一些蜜蜜的叫声 或者间中有些树花的叫声 其实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我已经觉得好听 好舒服 是的 而且就算你没看到流星雨 难得来到你 看着周围 这么多星星 你平时在市区 这么多光 很难看到 都享受了过程 是的 所以过程很重要 不一定要有目标 或者一定要达到某东西 才为止做得到做得好 嗯 我们讲求效率 虽然做每件事的时候 都会亏限一个目的给自己 但有目的的生活 是不是就等于有意义的生活呢 没有目的感 看着天空一晚 你可能会觉得是浪费时间 但能够给自己的脑袋好好休息 准备走更远的路 有用和无用 有意义和无意义 似乎没有一个对等的价值 幸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